昨天在台北市发生了露宿倒塌事件 导致歧视身亡 今天剪辑会头家属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 桑宴遗体 死者的女儿再度落泪说 事发后没有任何相关严实 协助处理父亲的后事 而且不了解为什么桑宴时 要对遗体动来动去 难过控诉这是在伤口上撒盐 不过但事发过后 议员也质疑是否应该要做好树木体检 以免悲剧再度上演 家属神经哀伤来到台北市第二殡仪馆 进行遗体相宴 30号一名灵性男子骑车行经台北市中山北路 一段时不幸遭到一旁的露宿砸中身亡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家属情绪崩溃完全无法接受 那个树就是倒下来 就是往我的爸爸头上砸下去 为什么还要再教我爸爸 大体动来动去的 就等于你们一直在伤口上撒盐 家属上市府讨个说法 毕竟三十一号这天路上无风无雨 行道树却突然倒塌 可能不单单市场意外 医院之一去年十一月就已经发现 这棵树木底下有流胶状况 但却没有及时处理才导致憾事发生 对此公务局低调不愿多做回应 但发布新闻稿 指出台北市总共有九万两千株行道树 日常除了修剪作业 台风季节还会加强修剪并用支柱固定 每年还会办理树木并重害防治工程 但看看目前人力 包含自寻十二名以及委外十二名 总共只有二十四名人员 在负责巡查维护作业 人力分配显然有些不足 如今台北市长蒋万安人还在上海 却发生伤亡意外 他也隔海第一时间关心 一棵路树的倒塌让无辜生命就此葬送 不过接下来海盔台风将在周末两天直接影响北台湾 公务局还得上井发条以免再次发生意外 接着陈生前面花台北从我到